大家好我是凤哥 欢迎收看馆长最后一战第34集 首先馆长在6月9号谈到他卖便当的金矿 他表示现在做餐饮的很可怜 一个2-30平的店就要2-30万租金 如果之后还是这么贵他就不做了 然后他算给大家看一个月要卖多少份烧肉才购 他表示到时候开店要请到十几人 所以是60万一个月 建筑是25万 要起来85万都还没算水电 一份烧肉卖180块 30%利润就是赚54块 一个月要卖15000多份烧肉才打平 问大家一天500多份是要怎么做 然后有观众问他顶太风都带头下去调薪了 那为什么其他餐饮业都不愿意调薪 所以刚刚才抱怨成本太高的馆长直接爆气 叫他去外面开间餐饮店调看看 认为他站着讲话要不谈 表示顶太风一个炒饭280 一个送路小鸡包400多块 他说还蛮好吃的 我们蟹黄鸡包小笼包快400块 打开就10颗小小颗的 他认为大家吃习惯顶太风 不会有很多人喷他这么贵再割韭菜 但是他馆长的便当最会有 他说已经卖那么便宜了还要被说好贵 那就收起来不要做 虽然浪费了10个月空烧了五六百万都没关系 就当了解一下名声问题 如果继续做的话肉就要涨到60块一两 他觉得太贵了大家不会接受 目前大概每天赔1万多块 一个月赔30万 赔了11个月 叫大家把握时间叫来试试看 他会再观察有没有起色 另一方面TOS在6月11号开始播 说他不讲馆长他就又开始皮 开始加水了 所以他又想打馆长两拳 可不可以不要我没有讲你又开始皮了 又开始加水 不好看啊阿管来个两拳嘛 TOS表示顶太风算台湾最知名的餐饮品牌 大家通常是顶太风都是在百货公司里面 而百货公司开业顶太风的条件肯定比较好 因为光是顶太风这三个字就能带动人流 你的粗饭能带动人流吗 对不对 他说即便是他的19杀物 跟百货公司的抽成价码都不好谈 最后没开进去 所以他认为馆长便当店跟顶太风完全没有可比性 然后他看到馆长说控烧了五六百万 表示馆长加水的样子很可爱 一看到就很小笑 各位观众朋友们 我这两个月都没有谈馆长 你们不觉得这个画面很怀念吗 你们不觉得我们这段时光很欢乐吗 你们不觉得看到馆长在加水那个样子很可爱吗 最后他要给馆长一个锦兰 他保证稍微便当卖的起来 就是请他跟蔡阿嘎去拍一集试吃 如果好吃的话就真的顶 也可以看看嘴巴比较毒的蔡阿嘎有什么评价 另外他相信真的讲到六十块一两的话会被骂死 也惊讶馆长的店租要二三十万这么贵 他建议馆长用本来健身房在卖的那套做云端厨房 在健身房画一个区域出来做堂食 反正你之前那边也可以做 那你同时你也能卖 为什么一定要找店面啊 你要怕说你涨价被粉丝靠腰 被一般民众靠腰 你要怕被新闻媒体乱写 你看你随口哦 你现在就算你还没涨哦 你现在四十五嘛 你说你要涨到五十六十而已哦 说而已哦 媒体就给你写 他认为最终还是要走线上的 没多少人会去门市买两三百的便当 随后有观众说馆长的便当要买五千才能外送 会觉得很压抑 五千是多少盒 五千是二十盒耶 等于说一定得是企业聚餐才会买耶 五千耶 哎我Uber两百就送了 靠腰 然后他再给馆长一个锦囊 就是把粗饭开在十九茶屋旁边 买粗饭送十九茶屋饮料 互相带人流 最后他大胆猜测 馆长的店不会开 那大概就是这样 另外Toy说我这频道用了他很多素材跟肖像权 然后他数一数发现有五十一步 被我分他三成 Toy笑的话我给到四成 不过他看到我后台一个月才赚两三万 应该就不稀罕了 超级可悲 代表是我前几季喷的驴网红 给他揉的话就挺他们 我可以挺你们 没有关系 但是你们要给我 揉一下 所以到时候我被炮了 可能就是他们被Toyce揉了 不过我相信他们绝对不是这么随便的女人 应该是要付钱的 那大概就是这样 大家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 我们下次见 拜